今天上午跟大家来说一下 关于声音的战争 海外音频社交软件Clubhouse 因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使用 这个注册用户是从1月下旬的200万而已 以裂变的方式来持续飙升 迅速也是成为了互联网社交领域的新宠 近日呢 华尔街著名的空投机构相远连发两则为推特 那畅多去年出这个美股上市的 就是音频第一股 就是励志FM 可能很多朋友在曾经也都一直使用 现在可能都是用户 一时间呢 沉寂已久的这励志股价就暴涨了多少呢 350% 国内的音频行业十年慢慢 一直承受着不少质疑 但是近年来 在线音频行业的整体价值是向上的 行业的整体用户的基本面在变大 数据显示整个长音频行业的渗透率 始终是8个点左右 显然啊 这个音频行业的头部平台们就意识到了自己 正在沦为声音的内容搬运工 而声音的内声价值到底又在哪里呢 最新的数据报告就显示到说 2023年全球在线音频市场规模 将从18年的105亿元增长到307亿美元 复合的年均增长率是为23.8% 在线的音频行业在整体向上发展 励志解东风进入了大众视野 那此前的励志是 其实受到市场的忽略很久了 去年1月呢 励志以音频第一股的身份 在美国的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但是情况就是上市纪破发 从11亿美元一路跌到了最低1块9 那从励志今年来的财报来看 亏损背后是励志一如既往的 单一的盈利模式还有变现的难题 所以这个虽然是有Clubhouse的一个火热 但是好像这个虚火是很难烧热 励志这锅水 那么现在国内的主流音频平台的 PGC模式会更好一些吗 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移动音频业 和大部分的互联网行业是一样 竞争的焦点是锁定在内容和用户之上 而当时这个最底层的商业逻辑 就是一种简单的场景更替 将正在消失的一个电台媒介 移植到互联网 就是一种简单的复制粘贴一样的需求重塑 那么这也为此后长达10年的 多船命运买下了隐患 分化出现在16年左右 以语音问答为主要形式的分答 引爆了知识付费的风潮 喜马拉雅最先嗅到了这个风向的转变 创始人就喊出说 音频是知识的良导体的口号 那带领喜马拉雅全面进入了 PGC模式下的知识付费 避开了音频行业主流竞争的荔枝 开始凭借音频直播和语音互动 打造声音互动社区 它的特色是产品年轻化程度非常高 那超过80%的用户 都是90后和95后了 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用户 在使用着这些软件 这边我们也是看到喜马拉雅 是意图打造大而全的知识类淘宝 像天猫一举来向大规模和大用户来进军 但是在这个时候 知识付费的热潮却是正在退却 在知识付费的生态发展逻辑里面 独立性是远高于音频平台 当这个知识付费的教育属性越大 音频与教育可剥离度就越来越高了 这个背后呢反映出 知识付费不是独生于音频平台的一个机会 它只是一个表现在体 18年之后呢知识付费的风潮在音频行业 正式散去一级市场活跃度降低 用户上的这个知识焦虑和消费兴趣呢 也都开始下降 8年下来啊 移动音频行业只走出了一个差异化竞争的励志 那如今呢 励志也是面临着瓶颈 而主流赛道上的引领者 像喜马拉雅 蜻蜓 FM都没有找到真正属于声音的内声价值 我们也是看到啊 比如说像这个长期以来啊 音频的行业是承受着不少的质疑 那么商业模式变现能力弱 还有内容生态是否是具备着护城河 资本对于耳朵经济的低感知 这些啊 也都是行业内几家头部公司的影痛啊 那么声音的内声价值 它到底在哪里呢 就像寻宝游戏一样 喜马拉雅记知识付费之后 有了一个新的结论 就是下一个增长点是有声图书和广播剧 嗯 没错 那我们从内向外看 这就具有理论上的价值了 平台自身而言 它提升了自身的丰富性和内容壁垒呢 对外界来说啊 这类长音频的产品 耗时长 整体互联网中 时常代表着用户粘性和流量 那反过来 长音频可以提升音频平台价值 那助其开拓讲土 很快呢 各大音频平台 视长音频为有内声力的全新赛道 有声书啊 广播剧啊 相声啊 脱口秀等等啊 都是相继被音频平台纳入了内容整体的版图 从这个场景啊 到付费 再到IP音频行业埋头巡路十年 而移动互联网的世界早已是天翻地覆了 短视频平台啊 绝地而起 还有音频占据用户的时长确实很长 但是归根结底呢 还是一门不好做的生意 从上游的内容获取到下游的内容分发 这一载体所依赖的整个生态链条 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发展 巨头入局做的还是老式音频平台 一直在做搬运工作啊 这并不能做大行业蛋糕 断裂的生态链 让声音的价值呢 隐藏在隐秘的角落 疫情就像是一个 像是套全新的这种编译系统 唤醒了声音领域 这个古老物种就是播客 那这个完全由主播原创 以及长音频为媒介内容的内容形式 在2020年啊 突然有一个燎原之势 数据就显示到说 截至到去年内地的播客数量 是为16,448个 这个数字在去年4月底的时候 是刚刚突破1万个 这是继音频知识付费之后 声音内容领域的又一次 多家的头部平台 来参与到的一个罕见热潮了 这些长音频啊 更具有灵活性和真实感 在整个音频生态当中啊 建立起了内容与听众之间的特殊联系 没错 那跑步上下班 做饭 在做杂事的时候呢 收听播客就成为了很多 年轻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久而久之呢 听众会对主播越来越熟悉 甚至听他们说话的节奏 语调就能判断出 他是怎么一个人 那慢慢的就会产生出 很强烈的一个信任感 就像你的朋友一样啊 对于音频平台来讲 播客属于最典型 也是最优质的一个小社群的案例 也有着较好的一个口碑性订阅 那么在经历了知识付费的惨淡收场之后 音频平台们在内容选择上 也是变得更加多元了 音频行业的故事又绕回了 那个曾经不起眼的播客 这就像是啊 能解燃眉之际的心泉水一样 音频 音乐等等这些行业 各家是纷纷下场 喜马拉雅也是增设了 自己的独立播客频道 网易云音乐电台入口 更名为了播客 QQ音乐首次增设了 播客Tab 接入小宇宙 快手和LJFM 也是先后推出了独立播APP 甚至啊 TME内部也是为播客仪式 搞起了内部赛马 嗯 有内部人士曾表示 平台之所以是接纳播客 是因为播客内容足够真实和多样化 且具有常委效应 年薪更高 而通过扶持播客一定程度上 可以丰富完善内容生态 对大部分的主播而言呢 大部分是入不敷出的 那除了口播广告 还没有更合理的商业模式出现 其实在美国是每1000次播客量 就可以为播客带来一个 20到100美元的广告收入 但是呢 在国内啊 这一收入就要低很多了 嗯 确实啊 对于主播来说啊 这个做播客其实真的不赚钱 这个背后啊 还是一个行业链条的缺失 提前在数据端统计困难 在内地的时候啊 这个播客的分发形式 主要还是RSS 这是苹果建立并改进的 播客格式标准 听众可以通过RSS的地址 来获取节目 符合协议标准的 泛用型客户端 都可以通过地址 来抓取到节目 嗯 没错 虽然部分的音频平台 有收听量的统计 但是国内播客 50%的流量 都是散落在泛用型的客户端上 对于播客来讲呢 其实已经具备了 独属于声音的内容价值 符合互联网的某些特质 比如说感人的时长 忠实的听众 还有像这个社区的属性 多元化的内容等等 而这些特质啊 极有可能颠覆 传统音频平台的 一个运营模式 嗯 但无论怎样啊 播客都是被当作 创业公司的创业产品 或者是项目 没有哪一家平台 是愿意梳理清楚 背后的一个运营逻辑的 归根到底啊 这还是困于一种 结构性的困境 音频或者是播客 无法拥有完整的传业链条 声音呢 这种古老的媒介 始终也没有改变过 而在如今的一个 互联网商业的环境之下 它的来回变动 却始终没有出圈 所以如何来寻找一个 商业模式 能够让它更好的去融入 整个商业社会 达到更广泛的传播价值啊 还需要我们在这个行业的 创业者们 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同时呢 资本也要真正的 去了解这个行业 可能才能起到 去推波助澜的作用了